明天怕吳王 穿國旗衣 舉旗幟的韓粉 集結金門機場內高唱中華民國送 遠景德在一旁維持秩序 韓國瑜社長要趕飛機了 請各位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 二十號前往金門造勢 吸引不少韓粉到場接機 韓國瑜還沒道歉 雖然韓粉只有唱歌 但不少搭機的民眾 覺得很被打擾 網友把影片PO上網痛批 一早就在金門機場吵 跟邪教一樣一直唱歌 有人附和請金門人再忍幾天 連金門都反邪教 跟PM2.5一樣又髒又愛亂飄 為何不去中國唱 回家睡覺還比較好 今年九月韓國瑜在新北三重的造勢活動 散場已經接近晚上十點 韓粉人沿途高喊動蒜 一路喊到捷運站 讓住戶不堪其擾 除了印象安寧 先前在高雄捷運裡 韓粉也是大場夜襲 讓其他乘客很困擾 大家都為自己相挺的人選 激情歸激情 更需要對分尊重 小安新聞葉齊凱 徐世函金門報道 好我們看到韓國瑜到金門 那麼他又說了一段話 讓大家說說 你是在說你自己嗎 好他出席這個庶民總統 韓國瑜後援活動 致辭的時候他就說 所有的民主都是人民做主 所有的民主是自作自受 選出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呈現什麼樣的結果 完全是自作自受 怨不得人 然後就大聲的疾呼 要金門鄉親幫他拉票 告訴親友 支持台獨的話 請投蔡英文 要保護中華民國的話 請投韓國瑜 但他這個什麼自作自受說 人家就覺得說 你感覺好像在打自己的臉 因為高雄人 現在就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大家才要出來遊行 創下歌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是對高雄人最大羞辱 因為它是一個高高大上的態度 告訴高雄人說 你不要管我 我們怎麼等一個市長 你們自作自受 誰叫你們投我了 這個叫做自作自受 這個就是非常傲慢的一個態度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 其實有一句話是說 有個東西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在1997年的時候 曾經親自在台北 聽了那個世界政治學大師 康廷頓的演講 康廷頓就是第三波民主 最重要政大 他就特別講一件事情 民主最大的傷害 不會是那些過去的軍頭 過去的威權 而是藉由民主 取得權力的行政首長 會剽借人民主權 其實韓國瑜這個狀況 就是剽借人民主權 那今天這個罷涵呢 其實整個民主是什麼 是托付 這些選民托付給你 那根據我們的憲法 根據我們的集有法 一年之後 選民覺得要把它收回來 這是選民的主導權 不是你韓國瑜能夠決定的 主權在民的意思就是 高雄人來決定 你韓國瑜要不要留下來 不是你韓國瑜 語法不合 不准你們罷允他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觀念 是韓國瑜真的毫無民主素養 所以民主自作自受 虧你講得出來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當然不要去說韓粉怎麼樣 我們要尊重每個選民 但是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領袖 要把人帶出去 就要把人給平安的帶回家 而且中間的安全和秩序 你們要去教導的 韓粉發了這麼多次 在公共的不管是機場捷運 到現在為止 我不曉得原知 你們到底有沒有好好的教育 如果在過去的時候 街頭運動起來的時候 面對這種狀況怎麼樣 一個負責任的政團 負責任的團體會有糾察隊 會自己花錢都要去準備 糾察隊去管制 那你們有管嗎 有 有管好嗎 就是這樣有 有沒有用 以前有有糾察隊 沒管好就要付出代價 我是覺得那你們有管好嗎 如果你連自己的這些 基本的ABC 小學生都知道在公共場所 不能喧鬧 你們都管不好 你叫人民怎麼相信你 還罷寒你都沒有問 都一直問挺狠的 罷寒有出這狀況嗎 所以其實兩邊都要自製 哪一邊出狀況 哪邊負責對不對